你覺得台灣最有代表性的牛肉餘是甚麼 牛肉麵我覺得蠻好吃的 牛肉料理 我比較喜歡吃牛肉麵 傳統夜市的那種 是比較傳統的美食,我比較喜歡 牛肉的話我覺得是牛炸湯 要賣入冬天,大家都會來一碗 喜歡吃牛肉的朋友,你們就有口福了 台灣除了有自產的牛肉之外 還有來自日本、澳洲、美國的高檔牛肉 而且還有很多種吃法 煎、炒、煮、炸,各種都有 千萬不要忘記在台灣才能吃到的牛肉麵 還有不會浪費任何部位的全牛料理 說得我的口水都流了 我們就一起吃一片台灣十大牛肉料理 以前的台灣以農業社會為主 養牛、冒農 所以吃牛肉並不是主流的選項 一直到近代產業轉型 有越來越多人開始願意吃牛肉 並且推出多樣化的享受 由便宜到高端,由街頭到餐館 相信來過台灣的大家 都聽過台灣牛肉麵 但牛料理的好味之處怎只敢 這次就讓我們走訪街頭漢尾 一起尋訪這座補島醉牛的料理 說起台灣的夜市,你會想起甚麼 我一定想起鹽素雞 再配一杯珍珠奶茶 一邊走一邊吃 又或者可以買一包超入味的滷水 再配一杯解茶 各位,等等… 我們今天明明是說牛料理 如果你們很喜歡吃牛肉 這東西就適合你了 今集我們要嘗試的這東西 是全台灣都有的 其實最能夠代表台灣夜市的牛料理 就一定要提到那塊 放在超熱鐵板上 烘出來的夜市牛扒 這東西說真的挺特別的東西 在台灣幾乎所有夜市都吃得到 鐵盤上有牛扒 半熟蛋、鐵板麵 臨上滿寫的蘑菇醬或黑椒醬 真的想起人間美味 我因為太餓了 所以我點了一個雙瓶 上面那一塊是雞扒 下面那一塊是牛扒 這裡加起來 這塊是差不多六十多元港幣 你說CB值是否排第一 畢竟是來試一道主角夜市牛扒 這塊牛扒是用了薄茄牛扒 吃起來很脆 而且我選了這個蘑菇汁 跟香港的有點不同 香港的真是啡色蘑菇汁 這個蘑菇汁是加了一些蕃茄 所以吃起來酸甜甜 這個牛扒挺好吃的 它不會有一種很油膩的感覺嗎 這塊就是這裡最貴的牛扒 它只是港幣七十多元 它用的部位是大牛的貼崩位 不過你看,比我的手還大 它帶得整個鐵板都裝不完 這塊牛扒比較硬 不過它也是把所有的牛汁鎖在裡面 我覺得這裡雖然不是用了 什麼黃牛或高檔的牛扒 不過就盛在大件夾底吃 如果你天天來吃這裡的牛扒 也不會傷你的荷包 雖然東西便宜,用餐環境有地道 但是把所有的價值都濃縮 在這個燒熱的大鐵盤上 說真的,非常超值 而且它們還提供小型的沙律巴 以及自助式的烤麵包 有什麼可能不飽才行 牛料理有很多種形式 可以乾煎 又或者比較濃郁的有紅燒 又或者是原味的燒烤 今天我要帶大家去試的牛料理 是濃郁系 我只會給你一個提示 它就是甜的 你看,是冬鬣 沒有騙你了吧 真是甜的 不過這個不是普通的冬鬣 它裡面有牛肉和芝士 還有,你看 是配咖哩飯一起吃的 你看到這裡的環境 充滿著少女的韓式風 就知道這裡的老闆 是有創新、有年輕的 所以我今天要試的牛料理 就是融化的感覺 更換味很重 我想要以不同元素的美食 然後結合成一個新的餐點 裡面有嫩煎鈕 然後我們經過醃製過 再跟我們特調的芝士粉 芝士糖粉做成甜甜圈的樣子 這麼特別的甜甜圈 原先這間店 只是單買牛肉甜甜圈 後來為了令客人更加有飽肚感 所以加入咖哩飯的組合 將牛肉造成鹹甜交替 再加上印度香料和味辣的刺激感 真的很難想像它的味道 這個蛋糕裡面的感覺 是充滿著牛肉和芝士的 很足料 看到這個甜甜圈 外面黑色的那一層是用竹炭做的 裡面有芝士、牛肉 還有上面那一層是糖粉 很香味 就這樣聞起來 有種很複雜的感覺 因為平時想起蛋糕 它是就這樣甜的 沒想過原來它是可以鹹吃的 它的牛肉很軟軟軟 芝士剛剛好 還有一點熱潔的感覺 再配上外面的蛋糕 其實它做得不算很厚 所以咬下去它是有種脆脆的感覺 我嘗嘗多吃一塊配咖哩 這個應該是日式咖哩 我發覺這道咖哩的甜度 比這個蛋糕更濃 兩種一起配合也挺合適的 很有趣 我真的沒想過原來牛肉可以這樣吃 平時吃牛肉也是可能煎、炸、炒 或是炒或是放進火鍋裡吃 但這個真的創新得來 有一種很年輕的感覺 老闆這個概念真的做得不錯 我現在對牛肉做法的概念也有點改觀 在古式古香 台南虎城的韓系咖啡館 整間店舖都採用純白色調 可愛的裝飾 用典額的咖啡桌 吃著日式咖哩 配上這麼特別的牛肉甜甜圈 大概這就是最衝突感的體驗了 牛肉一直都是一個比較高級的食材 所以做法通常都是很精緻的 不過我們今天要去試的一道料理 做法很簡單 不過很好吃 還有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台灣人很喜歡做餐的時候 吃它 這道料理就是牛肉湯 雖然是由台南發漬的美食 但在台北現在都可以找到 非常厲害的牛肉湯 一走進店裡 就會看到一大鍋的高湯在熬煮 不用說也知道 這就是牛肉湯的精髓了 平時在台北吃這種雙拼的飯 都是用豬肉肉醋和雞胸肉絲做的 但這個竟然是用了牛肉肉醋 而且這個雞不簡單 它是用了蔥油雞做的 首先我想說一下這個蔥油雞 它吃下去是很QQ和很軟的 還有它外面那股皮 也是做得很軟熟的 再加上這個牛肉肉醋 它是入味到一個點 我覺得它好像用了三、四隻牛肉 做出來的 其實這個牛肉醋也做得很軟 吃下去它的滷水汁 跟平時我吃的真的很不同 吃得出來老闆應該用了一個 特別的秘方 而且吃下去是吃到它的心機 先嘗嘗它的湯 剛才我不是說過 牛肉湯是在台南傳過來的 所以我面前這碗 就是台南比較傳統的做法 裡面有蘿蔔 然後有大量的牛肉片 還有九層塔和薑絲 它這個湯喝下去 它就有一種淡淡的牛肉的油香 慢慢滲出來 我想是因為老闆加了 你上面看到紅色的那些 那些的辣油 其實它也是用了牛肉的油去做的 所以整碗湯都是充滿著牛油香的 原來這個牛肉片 吃下去完全不老 是因為它的台南做法 就是把生的牛肉片 然後放進碗裡 然後再把極有辣的湯倒下去 所以其實它不會太老 也是剛好比較嫩 而且要稱讚老闆的東宮 你看它切得這個牛肉片非常薄 所以當它倒入高湯的時候 就可以容易煮熟了 它還加了牛雜和牛丸 很彈牙 而且你每咬一口 它都會有牛的汁出來 這是一個不簡單的牛丸 我先嘗嘗牛雜 這是牛腸 這個牛腸吃下去沒有腥味 而且吃下去的口感比較脆 很有趣 而且仔細看它 吃下去好像有很多層…不同的衣 這碗湯可以嘗到不同的食材之外 還有,你看到嗎? 其實每一口都充滿著九層塔的辣味 還有很多薑絲喝完之後 整個人都會暖粒粒 難怪人們都會吃這個做早餐和宵夜 從早到晚都可以吃到的牛料理 真是非台灣的牛肉湯莫熟 那個清甜的滋味 配合淡淡的牛肉香氣 暖暖地做一碗 真的完全沒有壓力,放鬆了 不論是哪個季節喝 都非常享受 很早說的,我們如何打托 就是我不會打托 為何要打托 真是因為我沒有藏 所以我會打托 因為我會打托 牛肉料理, 大家會想起什麼呢? 牛肉湯和牛肉麵這些材料理? 痛痛倒不是 今天我要試的是日式菜 是入口的, 會否猜到? 我們不是來吃牛肉嗎? 是不是走錯路而已? 我只看到很多海鮮 其實這間是專賣日式當飯的專賣店 以超便宜的價錢和份量驚人出名 但你們知道嗎? 他們不僅是海鮮當飯的份量超多 聽說他們的牛湯份量 也很誇張這麼多 這就是烤牛肉串湯 是這個店的特別食材 就是將居酒屋的烤牛肉串湯 是當飯結合的 上面是鋪滿蔥花的 整條都很厚 聞起來很香, 脂岩粉味和黑胡椒味 不知道吃下去是否也是這樣 聽說這個牛肉是外脯內軟 而且吃下去會帶一點 像筋一樣 但其實不太覺得 加了支鹽粉和黑胡椒 每口吃下去都有一種很厲害的辣味 牛肉味也很厲害和很豐富 就這樣吃, 我覺得可能會有少許油 所以配上這個飯就剛剛好 你看看飯上有珊瑚海帶 還有一些烤牛肉串, 先嘗嘗 我覺得配上飯, 還有牛肉串和海帶 再加上剛才的飯 淋上甜甜酸酸的醬汁 現在整件事吃下去就很有層次感 而且一點也不油膩 這個就是鰻子牛串, 即是鰻子牛串 甚麼意思呢?你看看 因為切到一顆粒就像鰻子一樣 所以就叫鰻子牛串 其實本來這裡的老闆 是為一些不吃生牛肉的人而切的 不過賣一賣一賣, 真的很賣 就變成這裡的鎮店之寶 裡面有一個溫泉蛋 然後又有海帶, 澀了的牛綁 上面淋了一些醬汁 上面還灑上黑白絲脈 是熱辣辣的 剛才我吃下去的口感 煮得剛好不成熟, 所以不會太硬 剛好, 還有它剛才咬下去 是很汁的 故意吃到這樣 就是因為可以鎖住 牛本身的肉汁在裡面 加上這個嫩嫩的飯 現在我整身都嫩了 原先只是為了不吃海鮮的客人 有不一樣的選擇 後來居然變成主力的賣點之一 果然用心準備的好料理 不論放在哪裡都會令人吃 只大凍 店裡還有無限任飲的味噌湯 令吃不慣冷的客人 都可以一邊亂胃 一邊享受其他美食 真是貼心到 今天我們要來吃燒肉 這裡的燒肉很厲害 在於它的牛來園 是來自這個無人島Robbins Island 我們平時吃的澳洲和牛 只有50%是和牛血統 不過這個地方是有純正的血統 還有世界各地不同的名廚餐廳 都是用這裡的牛肉做頂級肉品 除了牛肉的來源特別之外 他們的座位區都挺棒的 除了有一半的開放式座位之外 還可以在大廚包廂的 大理食L型料理吧桌 吃著和牛 還可以邊欣賞大廚的燒烤鬍 真是這些高檔層次的享受 聽說一開幕 吸引了很多牛肉的愛好者來到朝聖 可以說是一位難求 這個豬肉很香 剛才的調查已經幫我分好了 這個醬汁當然是用這裡的和牛做 然後混合一些香檸檬芝士 放在這個很厚的多士上面 很香 醬汁做得剛剛好, 很清爽 而且我覺得這個牛肉得到很碎 真的有一種入口即溶的感覺 作為前菜, 我覺得已經把我的味蕾打開了 你看看我這個和牛壽司套餐 這裡用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名食材 你別以為只有蝦、魚 其實每一塊下面都有和牛的 而且它用的部位置就是這個部位 就叫做後腹肉 全部都是師傅手切的 剛才我問了這裡的伺服 他說每一塊壽司不需要加任何醬汁 因為已經調了一點味道 裡面也有芥末 我覺得吃下去第一層 會有一種牛的油香 變出來的 然後它的肉質 我一開始以為有點軟軟軟軟軟的 但其實它挺有咬口的 現在就試這個黃牛配台灣烏魚子 我一開始吃的時候 以為為何這麼融合的 放了芝士在上面 原來烏魚子吃下去 跟芝士很像的味道 它會有一種一粒粒的鹹香味 然後它會有兩種不同的鹹香味 撞在一起 現在就嘗試西班牙伊比利豬加黃牛 它這個伊比利豬很厚切 因為平時吃的鮪魚子都是很薄的 配合黃牛一起吃完之後 它的後味道會有一種 很淡淡的果香味 現在我要吃的這個 就是本日五種黃牛盛盒 每天都會選擇不同的部位 而且最特別的地方 現在就有一個服務員會煮給我吃 你好,Alice 你可以幫我開始了嗎 當然,給我一次 謝謝 好 幫我煮的這個叫做四肉 英文叫做筍肉 它說油份量比較多 所以煮好之後就可以加蔥花 最好就是煮到差不多七成熟 剛才煮了七成熟 所以吃下去它會… 外面已經熟了 但裡面有一種生生的 所以口感會有點咬口 又有軟綿綿的感覺 加上蔥 我覺得好像會減低油膩感 會比較多的 Alice就說這個叫做牛小排 油花比較多 所以會煮熟一點 可以配上蘿蔔熔醬汁一起吃 它煮到這邊,差不多七成熟 這邊就輕輕搓一搓 這樣就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口感 這塊牛小排反而吃下去 有一種真是入口即溶的感覺 還有配上這個醬汁 有點酸酸和清爽的,我覺得是 這個牛辣椒的吃法有點像韓式風格 因為它會加上這個味噌醬 再加一個蒜片 然後這裡又可以自己加一些麻油醬 很香 剛才吃完這塊牛辣椒 它跟生菜包著一邊吃的時候 我覺得是在我剛才試的那塊裡面 比較偏鹹一點 我人生第一次吃到那麼多生牛肉的料理 平時吃的時候可能是五成熟 最多都是三成熟而已 不過今天除了吃到全生牛肉之外 也吃到熟 第一次吃,就可以吃到那麼高級的黃牛 而且是來自這麼特別的地方的黃牛 所以下次你來的話,也要來體驗一下 來自純正小島的牛肉 真的不需要太多花巧的料理手法 和顧客的味蕾直接對決就行了 這些真的對肉質和新鮮度 非常有自信才能做得到 這間店也拼用了專業的燒烤職人 為食客提供最推薦的食法 由不同的部位熟度 到醬料的配搭 每次進口都可以有最棒的享受 絕對是牛料理的頂級表現 由台式吃到日式 由夜市鐵板吃到頂級消效 台灣的牛料理真的有很多種食法 但當你以為這就是它的極限 下次將為大家帶來牛料理的Top5 有古早味的台式沙鍋牛料理 還有大家期待了很久的牛肉麵 一餐有20度創意菜式的無菜單 牛肉割烹 另外,台灣本地自己養和牛 由產地直接送上餐桌的新鮮滋味 已經等不及要享用了 你真的別錯過這些牛肉麵包炸的料理 要配搭的 Ras 發醬的話